大家好,又回到我們芒向編輯部Youtube頻道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必師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上 各位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芒向,正向,沙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亦都希望你留下建設性的留言 好了,今節我們就說一下 我們經常說有些人的新聞當是看不到 有,還是不識字,我不相信他們不識字 有些人說得一般,有些都說得好 但是為何 都是跟英國主流的人物差那麼遠呢 有時候分享一些群組的消息給大馬Sir看 他們真的游離在太空之外,即是游離在英國之外 這次這群BNO遊蕩看不到 但是這條新聞 很多英國報紙已經有說 來自衛報旗下的 The Observer 的這個報告 原來 就是 跟羅素大學集團 我們經常說羅素大學集團 就是英國那些大學的一個group 群組就是一個 聯盟 由24間英國頂級大學組成的Rasso Group 近來 有最新的報告 發現了一件事 他們也覺得很震驚 原來 現在每五位英國頂尖大學生當中 就有一個大學生因為 沒有錢生活成本太高 要考慮休學 四分之一 五分之一就是百分之二十 四分之一就是百分之二十五 就經常性 是缺乏食物 感到餓 是其他的生活必需品都缺 你記住這個是英國頂尖大學生 我問你一句 新委城政府 其實是由約翰遜 之前搞的 就說我們很注重大學生 因為我們要做一個 高科技英國 Gruber Britain 這些大學生 如果他們隱機捱臥的話 你跟我說 他們隱機捱臥才能出現人才 不是吧 什麼年代 說這些話 你鬥膽這樣說的話 你就得定下台 為什麼那些人看不到呢 一片歌無聲平 難道他們的子女或者朋友親戚 全部是不需要讀書的 應該不會 大學因為他們未有那種福利讀到 記得之前說他們想爭取 各個年多都會申請BNO 一定有些想求學 是的 其實現在我外生和我住幾個月 他就是大學生 他也 他是知道這個肯定 他是移民 我問過他 他問現在怎樣 我本來打算回英國 迫先途也讀書 但原來我 住在海外太久 有些東西 我沒有優惠福利就算了 澳洲讀書就算了 他說現在 很多同學本來西人做工都經常出去 出去 找份份餐 因為他現在是轉學 跟我一起住 他也說 現在人們經常上課睡覺 那麼難 他說不是呀 有些人 打工打到三更半月很辛苦 你不知道 其實聽到這些我就眼濕濕 你做什麼保守黨政府 你可以說我沒有資格說 因為我在英國沒有住很多年 但我有一本英國護照 如果按照國籍離婚 你也可以說你有一本BNO 也是國籍 但當然沒有人知道 當然 如果是這樣分的話 你們沒有評論俄羅斯 對呀 一句話也沒有出 是的 當然 我的外生就說 I'm not made up 可能你們不明白他說什麼 I'm not made up 即是我們的利物浦口音 即是我不開心 當然是 Made up 即是開心 心未事 他說 I'm not made up 即是我們說得很短 I'm not made up 如果你們聽 不要緊 因為他說的話 我都說如果 在這裏 可能有時候 你說得太 當地口音聽不明白 慢慢聽 聽聽聽我們澳洲怎麼說 因為我初來的時候都不懂 現在在工地都可以說得跟工人一模一樣 當然我兒子說的話就是完全是澳洲塔斯文尼亞人的說的話 羅蘇大學集團今年 針對也挺厲害的 他這個調查不是很小 一到二月 差不多一萬名的 這個是相片 超過半數的受訪者就說 生活成本太大影響他們學業表現 你可以說 他讀書 關什麼事 你記住這是二十四所英國頂尖大學的學生 不是野雞大學的學生 為什麼呢 原因包括要額外多打工 要給各樣的開銷 還有因為 營養不良 你聽到 喂 You like the king 營養不良不是吧 一個發達國家 另外還有就是 金錢壓力造成了學習 這個集中度的問題 是的 其實我不介意那些人經常挑戰我 你可以來 我看看 我是很開心 他們經常有什麼BNO人的膽量挑戰我 我以前說過我不介意跟你對話 如果你用英國英文跟我的對話我直接跟你說 當然他們不要像欺負人一樣 甚至 會負擔不起交通費而擴貨 這個是 惠報旗下的 和羅素集團做的報告 不要跟我說羅素集團你不認識 你有沒有讀過大學 可能真的沒有 當然我只沒有在英國讀過大學 有些也有的 其實有些也有讀過大學 我只在英國說一次 在 社會經濟地位最弱勢的學生當中 十個有三個打算休學 因為負擔不起要出來養家 起碼養自己 因為每個星期 各種學生只有二十多個小時的打工時間 同樣感覺到物價非常大來的嚴重影響 主導這項 調查的倫敦大學學院 學生會政策及 研究經理 叫Bradford 他說 我們真是 處於風險當中 就是我們大學系統 正向最有特權的人開放 他亦說這個不單只是他們 讀不到書 而且 連生活都成問題 他們因為沒有錢 不敢出街 沒有辦法 買杯咖啡提神 亦 沒有辦法進行正常大學生的社交活動 而且很多學生 是處於 嚴重的貧困當中 沒有渠道可以出途 另外 沒辦法 唯有休學 所以看到這些 因為我四月四日還有一大堆家人來英國 他真的拖家大口 我幫他organize 我是一定要這樣做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小時候因為我爸爸媽媽去秘魯 去其他南美洲工作 我和英國的這堆家人很親很親很親 我小時候就跟他們來帶 無論怎樣都可以我都幫他們 當然你說那麼差 你可以說不是 但是每個人不同 他就不同你們 你們的BNO就說什麼 李家超逼白我們 港共政權人家不是 人家想過好一點生活 其實移民 我最記得以前我們有一個 都挺有錢的阿叔 不是親戚的阿叔 不是同鄉會的阿叔 叔伯 他就說 其實移民 就是他 他是我媽的那些人 他說 我們的中山佬出來移民 都是想 找個廣闊的空間 以前找不到實 現在用什麼移民 以前找不到實 鄉下口音說 但他的英文就是跟當地人一模一樣 是的 找不到實 但你們不是 頂你 等待什麼大鎖講大途講大離講 等待會又說 又說什麼 又說什麼 太子重的那些 根本這些虛無飄渺的東西 就是你們離開的原因 是吧 當然英國媒體也訪問了一些大學生 好像來自倫敦大學學院 這些都是頂級大學 的一位 Bachelor的 Year 1學生 他是Fresh Sophie Sophie就說 現在什麼都貴 生活成本太貴了 就打算 不讀 歷史和科學哲學課程 原本還打算讀 碩士和博士 自己 財力負擔不起 我們一定要 放棄某些目標 用其他方式重新定位 因為 我真的付不起錢 我很難過 但必須過 這句話很傷心 我很難過必須過 是的 很難過但每個人都要自己挺過去 你說工黨上台會好一點 我相信工黨怎樣都是 會好過 這個保守黨 因為保守黨 你經常走廿多年 OK 你之前走得很好 我不可以否認 你走的新自由主義 但是你最捧 大卓爾夫人的卓韋斯下場 四十多天 和生菜比 你輸了給生菜 另外 在愛丁堡大學 讀 知識產權法 的 碩士 的一位 他不是英國人 他是 芬蘭籍的學生 他叫做 葛蘭吉 為了 應對生活開支 他 一個星期要打 25-30 小時的工作 有時 因為打工你不敢說 老闆 只可以逃課 來自 低濕的家庭 很無奈地說 自己把碩士 頒畢業作為 可以找份好工的好途徑 但是 現在可能要放棄 放棄就簡單 他亦說自從脫歐之後 歐盟學生面臨的困難越來越大 他們很受歡迎 現在感覺英國政府很想說的就是 英國政府一直都是這樣 納糕勒 我也不想說納粗口 這個保守當時 我真的不想這樣說 當然 學者就呼籲 快點採取行動 不要只有港字 經常說 我們要成為科學強國 超級科學大國 連學生都 過不好日子 吃不飽不暖的 你跟我說 做超級科學大國 我不相信 或者是這麼說 他是超級科學大國 的輸送國 即是學生都離開了 也是 現在似是這樣的 當然英國早前的經濟數據稍微好一點 這是有說的 但是長遠是怎樣 因為始終有脫歐這個硬傷 當然學者也說 我們 不可以 使大學向 最有特權的學生開放 使幾十年來 我們用了這麼久 這個教育系統 公規一貴 請政府做事 政府真的是做事 政府做事是什麼 政府做事是搞國防 都可以的 但是 你要知道 如果任何這些大的政策出來 最後 如果富有錢的時候 搞國防 又有我戰爭之下 其實 是好看一點的 但是現在這樣 是相當不好看的 當然 政府就說 為了應對中國和俄羅斯的地獄政治威脅 所以就要撥多50億 就要撥多50億 你這裏撥多公平一點 你教育也撥多過去 不要害人家為我 其實辛惠成 宣佈 是一項50億磅的國防投資 其實他宣佈這項 投資之前 英國國防大臣華麗士 在一月份曾經說過英國的 這個 他原話來的 有沒有看新聞 BNO有沒有看新聞 可能沒有了 我想就是 他們都很厲害 你知道他們弄了一個網站專門 是把BBC的新聞 因為BBC雖然是中文網 但是他比較慢 BBC中文網這些浪費的新聞 很慢 而且也不傳 他們也不是 主要做中文市場 原來 他們很厲害 就是弄了一個網站專門 把BBC新聞網的東西 再用Google Translation 好心 翻譯後再組織 再組織 給別人看 你也可以說 方便手足 因為手足英文不多 零剛 不要緊 這也是一件好事 但是 最好就是學一學 最好學一學 其實那天我們也說 我們有賺那個 阿媽 那個失業的師太 她說要學好英文是對的 我們不只是踩他們 該對的話就賺 她是對的 她經常坐著不學英文 是不行的 反正你也是 找不到工作 你研究什麼 你研究哪隻急凍蝦餃好吃 你不如用時間做有意義的事 當然你可能覺得 可能覺得急凍蝦餃 選了哪隻好吃 是對你們來說人生最重要的事 我沒話說 其實華麗士 Ben Wallace 其實他也說英國的 這個軍隊已經被掏空 以及經濟費不足 手上辦公室也說 這次50億磅的投資 就是 外交國防安全政策綜合 檢討報告 2023年更新版的一部份 將會有助於補充 這個叫做軍備庫 令到英國的 軍備更加現代化 並且為 三方安全夥伴關係 即這個AUKUS 澳英美同盟 的潛艇設計 下一階段 要 扔一些 錢出來投資基金 成哥也說 世界越來越無上 對呀 那些在捱緊的人都說越來越無上 因為你這個沒路 不過成哥也算好一點 有那句說那句 他比前兩任好得多 我覺得 當然BNO當然說這個約翰遜最好 而且國家之間的競爭越來越激烈 英國必須捍衛自身的立場 要做好準備 所以 軍備就是長期投資 英國應該 應該為眼前和未來的挑戰做好準備 教育有沒有 上次那些 科研人員先說 撥出來的錢 經常 是拿不到的 是走數的 如果他將這個50億 投資了的話 就將英國的國防 支出逐步增加到GDP的2.5% 當然 他就說為了應對新的地緣政治威脅 因為 俄羅斯就是 特別軍事行動 中國就有經濟脅迫英國 有嗎 好像你撤走了華為 當然是密砂都說經濟脅迫 我想問一下我們有次節目都說過 你 都有 脅迫那些奧運贊助商 是不是 這個不是脅迫 最搞事你聽一下我們說 不過 你一定要這樣做 這個好笑 國家之間日益激烈的競爭越來越厲害 其實這50億磅前 他學了小英 什麼 弄了一個新的局 弄了一些新報案 有什麼關注組的 他的高級很多 他有一個新的國家安全保護局 就叫做National Product Security Authority 之後 還有一個就建立一個叫經濟阻嚇窗耳 還有 他們 就說要看一看 還有一個就叫做 China Comparability Project 這是什麼來的 什麼中國 Comparability 競爭力 競爭力 難道是 應該差不多了 古古怪怪的 並且成立一個價值10億磅前的 新的 綜合安全基金 誠哥說 我們在 去年已經非常清楚全球危機是怎樣 造成國內的影響 真是駭人聽聞 推高糧食價格 他亦都說英國將會強化國防 從經濟安全到技術 供應鏈和情報 這些技術 大學生都是 將來為技術提供 基礎的人士 麻煩你 看看大學生現在多慘 要確保英國 永遠不會 再度 受敵對勢力干擾 謝謝 你本來是不是經常被人干擾 說得那麼大 這些都是浪費Q氣 不過要說一下BBC很搞笑 BBC 當然因為 年尼嘉批評了英國政府的 尋求庇護政策 被BBC停職 BBC總裁有道歉 但他說沒有政治打壓 停職算不算是政治打壓 即是即場打壓 要準確一點說 不單止是年尼嘉 還有這個好 Ian 胡禮 其實我記住的Ian 胡禮 可能大家不知道是誰 阿仙奴的一位名宿 Ian 胡禮曾經說過 他去回一個他小時候的球場 以為他鼓勵過他的 這個 老師 逃走的結果的老師 突然在他後面出現 這個好笑 Ian 胡禮就說多謝那位老師鼓勵他 說他可以做的 Ian 你可以這樣做 我挺喜歡Ian 胡禮 雖然我不太喜歡阿仙奴這支 球隊 原來 這個March of the day 即是今天賽事 本來在BBC一台播出的 節目縮減到20分鐘 所以這個 舒利亞 這個都不漏 在暴力班和紐卡蘇效力過 還有Ian 胡禮 都是無量上的 亦沒有 亦沒有或者任何替代人士延伸 BBC就說 沒有 沒有沒有 BBC總裁大為接受 很搞笑BBC總裁接受BBC訪問的時候 就說 這個對於公司來說是困難的一天 我們正在解決問題 努力令到 在年尼嘉可以重返幕前 並且 你說你不是打壓他 究竟是誰跟你說 叫他節目停一停 你說 是不是政府有介入 那更糟 辛偉誠說了他不想介入 他希望他們自己解決 你沒有把波子射過去 他們經常說港共政權不清不楚 那我就想說 現在你清清楚楚說出來 OK 戴衛說 這個不知道是否鬼拍後 唐寧嘉一點壓力都沒有給過我們 這樣說 I hope so 希望是這樣 連尼嘉 這位BBC總裁說 他捲入了政治爭論事務 之後就被要求 Step back Step back 後退 或者叫 退一退 但連尼嘉說的話 是很溫和的 他就說 英國最新對於尋求被護人士的政策 但是not acceptable 不能夠接受 是的 我請問 他有什麼很強烈的 語言 改變到你新偉誠 或者是拍飛文呢 其實我覺得新偉誠 這些事情就沒有想那麼多 都是拍飛文 因為拍飛文對於這些很硬 你經常說 不清不楚 廣泰 各位 請請坐坐說出來 這件事 又好像BNO 又看不到 兩件事都看不到 連尼嘉的益都是名宿 英格蘭頂級聯賽的名宿 為什麼又看不到 雞蛋與高牆在哪裡 原來他們站在高牆那邊 是的 在這件事上就是了 我知道為什麼 因為那些雞蛋可以拿去吃 缺雞蛋 哈哈哈哈 好了 這次節目時間到這裡 多謝各位再見 拜拜